近日六位中国女排球员参加录制的节目播出 他们分别是慧若琪、魏秋月、张长宁、林丽、徐云丽和刘晓彤 还有曾经解说中国女排80年代辉煌时代比赛的宋世雄老师 他们一起参加节目谈到了很多 后期,郎平也通过线上连线的方式进行隔空互动 令人非常感动 郎平已经卸任了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 目前也没有在国内,她在美国陪伴自己的女儿 在连线的时候,郎平谈到了自己执教中国女排第二期的这八年 以及中国女排精神 她表示,中国女排经历了40多年的传承 不论经历多么大的困难和考验 一代一代的运动员、教练员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努力 从不向困难低头,一直都没有放弃 这就是女排精神 郎平隔空在谈女排精神,也获得了外界的称赞 她的六位弟子也朝着郎平招手 慧若琪还领衔大家给郎平指导比心 郎平也给弟子送上了祝福 称,好开心呀 祝你们一切顺利 祝你们学习、工作、生活都开心 著名体育解说员 已经83岁的宋世雄老师也在现场 她看到女排将士们,也很感慨 再度谈到两年前 2019年自己给中国女排将士们鞠躬的一幕 宋世雄老师表示 我见到他们之后 立刻就想到他们这么多年刻苦的训练 不光是这一代人 还有他们上一代人 许多的镜头都涌现在我的心头 所以我当时深深的给他们鞠了一躬 表达我内心对他们的敬佩 他们为了祖国牺牲了很多很多 宋世雄老师谈到了自己 给中国女排将士们鞠躬 事情发生在2019年 当时他去训练馆探班中国女排 那个时候已经80岁的宋世雄老师 走进训练馆就热情的和郎平打招呼 因为是老熟人 所以郎平也非常热情 毕竟当年铁狼头的外号 就是宋世雄老师给郎平起的 随后郎平给宋世雄老师 介绍中国女排的队友 其中包括打二船的姚迪等 这个时候宋世雄老师表示 给你们送来祝福 向你们问候 问候 代表广阔球迷鞠躬 说吧 他向女排深深居了一躬 当时的郎平有些手足无措 急速上前 嘴里说着 千万别 宁可千万别这样 如今郎平已经结束了 自己第二次指教中国女排 这八年确实有成功也有挫折 而眼下的这六名中国女排的球员们 北长城徐云丽 副将刘晓彤和林丽都是中国女排 夺得领域奥运会金牌的功臣 慧若琪和为秋月退役后结婚生娃 很幸福 张长宁刚刚做了手术 未来依旧值得期待 也祝福为中国女排付出所有的郎平 未来一切顺利